再来看到民进党的立委高嘉瑜 先前质疑超收税收是行政失灵 引发了党内的反弹 对此前北市议员蓝温杰就在脸书上 力推激进党的吴星代 要他202世出来拉下高嘉瑜 抢当港湖女神吗 来挑战高嘉瑜的港湖立委席次 不过对此吴星代他是强调说 要让本土派的选民能够有更多的选择 但是就算高嘉瑜他有争议 在地的资深绿营议员李建昌则认为 不要分裂投票 更喊话要高嘉瑜注意自己的言行 首次参选议员就拿下10186票 成为港湖区落选头的 激进党北市党部主委吴星代 选后继续跑行程 一身紧升黑旗袍 到市场发红包拜早年 因为接下来他不排除再战立委 我们要不要参选的前提 是要看台北这边本土派选民的需求 个人也会做好全部的准备 不会是被赶压子上架 这意思是要冲着绿营立委高嘉瑜而来吗 因为经常逆风飞的高嘉瑜 近期质疑税收超征 根本是行政失灵 引发党内炸锅 因此民进党内 有人想要立拱 无心带参选 拉下高嘉瑜 不能说是一定不希望高嘉瑜当 但是我们会希望说 以本土派整体利益而言 会有一个更加价值坚定一点的选择 不会破坏大局 继续提名高委员的话 我们当然不乐见 激进党的无心带意识出来 因为这样子比会造成分裂的投票 就算高嘉瑜有争议 在地资深议员李建昌 还是忍不住声援 因为有他参选的2018年 议员选举除了一人独得 三万四千多票外 民进党整体的得票数 高达七万多票 但到了去年 绿云只剩下五万多票 加上港湖区长期蓝大雨绿 上回高嘉瑜 却能拿下十万多票 赢对手李燕秀 六千多票 确实不容易 高嘉瑜委员的票是属于他自己的 不属于民进党的之外 也显示民进党在内湖南港的基本盘 支持者已经萎缩到不足以支撑一个立委了 这一席其实最怕的不是激进党 而是黄珊珊是不是回归 会来港湖期选立委 先回去问吴欣带跟民进党 他们彼此的进合跟合作关系 而不是黄珊珊参选与否 高嘉瑜的立委席次 除了吴欣带有意挑战 根据了解国民党的游蜀会也将宣布 角逐党内初选 而回国当议员的黎燕秀和角逐 北市长失利的黄珊珊 再战呼声高 港湖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民进党员权柜 看不懂